天啊 弟兄姐妹平安 感謝主 那我們今天在這邊一起聚集 好 你們放了 第幾天的假了 第幾天 對 我先生只要聯修就很開心 所以每天早上起啊 我都會筆給他看 然後剪掉一天再剪掉一天 最後一天他就會開始預備心 然後說要去上班 好 這一段放的假是什麼假 清明姐 清明姐連假 好在你的生命裡面 放假的過程裡面 當你聽到有連假的時候 你是跟這一張圖一樣 發假了 然後一夜就很開心 然後其實 後面是什麼假 那就算了不要理他 反正有放就好 親愛的兄姐妹 在你的假期裡面 放的有沒有意義 還是你覺得 喔我就起來放假 反正就跟著放啊 我可以出去玩 我可以幹嘛 這禮拜是清明節 我相信昨天或上個禮拜 已經有人去掃墓 其他我們每一個假 對我們來說放的都是有意義的 不是我們只是跟別人一起過 然後做什麼 你也不知道 反正就跟著別人 無利無徒的 就這樣放著你的假 清明節對我們來說 特別對基督徒 有時候甚至會產生一些 無形的樣子 你只要想到 清明節又要到了 就想說 我阿媽不知道會不會叫我拜拜 我婆婆不知道會不會叫我幹嘛 對於基督徒來說 特別是第一代的基督徒 他會有這樣的困擾 那對於我看在座也很多 已經是好幾代的基督徒 我們可能就不會有這樣的困擾 那我們今天 來禮拜幹嘛 我相信神的話一樣 要在你的心中 讓你們可以成為別人的幫助 因為這些困擾 是很多人都有的困擾 所以在你身邊 你可以透過上帝的話語 鼓勵他 告訴他 今天當你成為一個基督徒之後 你面對祭祖的問題 或許你有壓力 但是你要表現出神 要給你展現出來的樣子 你在這裡面 你怎麼為主做見證 你在這裡面 你怎麼榮耀神 有人問我說基督徒到底能不能掃墓 可不可以掃 可以 答對了 基督徒是可以掃墓的 我們更要去掃墓 因為掃墓第一個提醒我們 我們是怎麼被照顧來的 我們的爸爸媽媽 甚至我們的阿公媽媽 他們是怎麼努力的 再來掃墓提醒我們 去追尋那最源頭 最源頭的生命是從哪來的 今天我們的題目叫什麼 敬拜什麼 天 第二個是什麼 師天 第三個是下宿地步 第一個為什麼把敬拜天步放在最前面 因為我們的神 是賜給我們生命的神 有些人他們去掃墓 他們會一直掃掃掃掃 我小時候去掃墓 最多要掃六個好七個 所以呢 就從早上開始去掃 掃到中午呢 我們就坐在那邊吃飯 吃完飯呢 我們又開始掃下午了 因為我就阿公 然後阿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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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阿祖又好幾個 所以就要分很多區域 那你知道其實那個墓園沒有很高 就是沒有很平 所以就一直爬這樣爬這樣爬這樣 那我都一直覺得 掃墓是一件很累的事情 可是我發現 長大之後我發現 欸我好像就只有去掃墓了 我根本就沒有想說 創造那個我 創造我的人是誰 今天你掃墓的時候 你是用什麼心情去掃 反正爸爸媽媽叫我去掃 我就去掃把掃兩下 今天掃墓的時候 盼望我們可以用一個感謝的心 第一個去思考我們的生命從哪裡來 第二個去感謝照顧我們的人 我們的生命從誰來 從自己怎麼說 誰創造我們 神創造我們 所以第一點 回歸到我們的生命的源頭 是誰 我們的神 為什麼把敬拜天賦放在第一個 提醒你們在掃墓的時候 知道我們的生命從哪來 當你知道你的生命從哪來的時候 你不會覺得 我以後也是躺在那裡欸 你會知道在你的生命裡面是有盼望 在我們掃墓的時候 有些東西會一直湧進我們的心裡面 特別可能那個人對你很重要 我媽媽每年 因為我阿嬤過世大概好幾年了 但是每年她去掃墓 其實我壓力都有一點點大 因為她每年去都一定哭 因為她跟我阿嬤的感情很好 可是我都跟她講你要感謝 因為就是神給你一個這麼好的媽媽 同樣的 今天當我們去掃墓的時候 有可能很多東西會湧進我們的心裡面 那你怎麼做 我盼望我們還是把感謝放在我們的心裡面 不管那個人以前對你有多差 甚至那個人以前怎麼欺負你 或者是那個人以前很照顧你 你真的很捨不得 那你怎麼做 感謝放在我們的心裡面 以色列人呢他們有一個很好的 我覺得他們有一個很好的傳統 就是他們都會透過首節獻上感謝 今天你的首節是 喔清明姐我可以好好的去玩 還是你透過首節來獻上感謝 在每一個節起裡面 神都提醒我們這個節起有什麼意義 但是你有沒有獻上感謝呢 第二個為什麼我們要把敬拜神放在最前面 很多人不喜歡去墳墓的原因是因為 那裡一片好像很沉的感覺 所以華語有一句話怎麼說 我清明時起漁的感覺就是清明的時候 大家就心情悶悶的不太好 可是我那一天在FB上面看到一個 一個長輩他寫說 復活節之後你會發現春天就到 所有的葉子就開始長綠色的了 同樣的今天為什麼我們要把這個放在前面 為什麼要把敬拜天賦放在前面 因為我們的主耶穌已經復活了 當你每次在掃墓的時候 你會覺得好像有點沉重 但是當你知道主耶穌已經復活的時候 而且有一天我們要跟祂偷復活的時候 然後你就會發現你掃墓的心情是不一樣的 因為你是有盼望的 主耶穌的復活已經贏過那個受難 也已經贏過那個清明時期的那種悲哀的心情 所以神給我們一個很大的盼望是 你有一個復活的盼望 之前有一個故事 他說丘吉爾在過世的時候 他們舉行了一個追思禮拜 那英國的人 他們有時候會吹一些樂器 那當他追思禮拜的時候 坐到最後面的時候 他們就吹一個洗燈號 意思就是說 他的生命就是在這邊結束 那當大家聽到洗燈號的時候 心裡就一沉 想說他就是真的就這樣握事離開我們 等到最後晝月晚之後 吹起了一個起床號 大家就呼喊覺得嘴巴就笑了一下 因為那是一個復活 那是一個開始 今天在我們基督徒的身上 你為什麼要比別人有盼望 是因為你知道我們的親人 我們最愛的人總有一天 當耶穌基督再來的時候 我們要跟神一起同復活 約翰福音三章十六節 他這樣說 神那麼愛世人 甚至將他的獨生子賜給我們 叫他所信的人不自滅亡 反得永生 所以今天我們成為一個基督徒 很棒的一點 我們要感謝神的一點是 我們有一個復活的盼望 第三 為什麼我們要把敬拜天賦放在前面 因為我們要尊主為大 你有沒有聽過 我們在掃墓的時候 當然有些人會回憶其他的親人 你以前就是好厲害喔 他怎樣怎樣怎樣 那個買東西一定賺錢 而且他很會工作很認真 那他還創了什麼什麼公司 他多厲害我告訴你你就要學他 在我們的生命裡面 很多時候我們很崇拜一些人 甚至你覺得我就是要跟他一樣 那麼的成功那麼的棒 當你越崇拜一些人的時候 你就越把神放在後面 之前來考考你們有沒有看過這個 喔有喔 有喔 有些人有看過 有些人沒看過 這一齣韓劇叫做來自欣欣的你 來自欣欣的你 我沒有看過 可是我在新聞裡面聽過他好多次 為什麼 為什麼 因為大家都在追韓劇 你知道這個女主角 這個女主角 對吧 女主角是他對不對 對 他很愛幹嘛 吃炸 很愛吃炸雞 他要喝啤酒 然後呢 對他很愛喝啤酒 所以新聞報什麼 你知道我們是要原本有輕流感 然後所以大家就想說 肌肉就盡量不要吃 因為這一齣戲呢 那個對岸的炸雞翻了百分之二十 聽說台灣也有一些增長 那男主角呢騎了一台腳踏車 你知道大家也瘋狂的 要去買那一台腳踏車 而且呢 在他們劇組的拍戲的那邊的房租 還漲了百分之十 然後男主角講了一本故事喔 一本繪本 那一本繪本 本來銷量都還好 經過男主角的一拿 就一個月賣出了好幾萬本 所以我們知道我們時常會 一直跟隨著一些東西 而且那個女主角最有名的一句話 叫做多明俊救我 然後呢 很多人就開始學那一句話 在你的生命裡面 當你越崇拜一個人的時候 你的所有形勢 你都會想像他 你所做的一切 你都會想跟他一樣 那我們今天為什麼要把前面路放在前面 提醒我們 你要學習的是誰 是我們的天路 不要忘記今天有可能 他在你身上跟你做了很多 很好的榜樣 但是你放在心裡 向他學習 不要忘記這些恩典都是從神而來 第二點我們要進入的就是 思念我們的祖先 不是基督徒的人 在這一段時間會特別的辛苦 因為他要去面對很多家族的壓力 但是我要鼓勵你們 在那裡面一樣保持很自然的狀態 保持輕鬆的態度 不要想說我一定要怎樣 假裝的怎樣 基督徒就是要跟人家不一樣 所以我一定要怎麼樣 有一個阿兵哥呢 他是一個士官長 那有一天他的小兵 要來報到 小兵走到 從那邊走進來的時候 這個士官長就已經看到了 他想說不行 我一定要做一個不一樣的事情 讓那個小兵覺得 我很厲害 這樣以後我講話他才會聽 所以呢 他就拿起旁邊的電話筒 就說是 將軍我知道了 你說的事情我一定會去辦 謝謝將軍你那麼重用我 小兵已經在前面就聽到他在講電話 進來的時候他把電話掛掉 那個士官長心裡想說 嗯哼 被我下馬威了齁 一定不敢囂張 他就說 你來找我幹嘛呢 那個小兵 就說 我來幫你裝電話線 這個士官長馬上的所有的東西 都沒辦法再對這個小兵 有任何的氣勢 今天在我們的生命裡面 特別是在這個清明節的時期 我們會覺得 我們應該要怎樣怎樣怎樣 但是錯 請你表現出最自然的自己 告訴你自己 就是活出神的愛 跟神的樣子 那你在那個家族裡面 我相信或許有挑戰 或許有困難 但是在那裡面 你可以為神做很好的見證 第二點呢 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 你除了活出真實的自己以外 你還要陪伴你的家人 這是一個類似新年的 但是我只是把它取出來 讓我們可以去體會那個感覺 你一定要陪伴你的親人 怎麼陪伴 信耶穌之後 跟我們家裡不信的人 我們到底要怎麼辦 你走你的獨木橋 我走我的路 是這樣嗎 不是 我相信當我們要學習神的愛 在我們裡面的時候 你就知道 神為所有人 不信的人做了什麼事 耶穌基督道成肉身 親自參與在我們的當中 今天當你在所有家族裡面 不信的人怎麼辦 你就是親自參與在他們當中 讓他們覺得你的身上有神的愛 你不要想說 他們要拜拜了 我不要去 所以這禮拜趕快說 我學校有事情 公司有事情 明年呢 想不到藉口了 換什麼樣 出國好了 再想不到藉口 就趕快做一筆 神提醒我們 去陪伴他們 去用你的愛在他們中間 當你把你的愛 放在他們中間的時候 他們可以更多的了解 不管在任何事情上 你都可以陪伴他們 如果今天你不去祭拜 如果今天你不去掃墓 你的長輩會怎麼想 現在就不來了 你說你以後一定會拜我 一定會追思我 你覺得他會相信嗎 雖然我們不祭拜他 我們不拿香 但是當我們去陪伴的時候 他就知道 以後如果他離開了 你還是一樣會想念他 你還是一樣會追思他 因為你是一個願意 花時間在這件事情上面的人 去陪伴做什麼事 可以掃地啊 可以拔草啊 可以為婆婆準備他要拜拜的東西啊 可以做很多陪伴的事情 在這裡面 當你覺得合宜 你就可以去做 在我們的信仰 在神的真理裡面 今天我們的牧師也很貼心 在我們的周報的第十五頁 他有為我們準備了一個基督徒 可以在祭祖裡面 我們可以做的事情 第一個你可以做什麼 你可以做一個倒水禮 來我們看一下這個圖片 他大概的樣子是這樣 這邊呢是倒水的 杯子在這邊 你可以做一個倒水禮 倒水禮是幹嘛 是飲水思源 那我們去追憶我們的生命從哪裡來 那在這裡面 感謝他們的付出跟照顧我們 第二個 你可以點蠟燭 你可以點蠟燭 是把神的光活出來 把神的光活出來 光中要煮 第三個你可以做的是獻花 你可以去買一束花 獻給你最愛的親人 在那裡面我想 有很多我們是可以去取代去做 但是最重要的 就是要讓你的家人覺得 你是有參與在裡面 甚至你有陪伴在這裡面 最後我想神提醒我們 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在齊民節 除了想念我們的親人以外 最重要的是珍惜 你現在的時刻 我們一起來念一下 我們今天的經句 在我們的第十四頁 就是在隔壁 我們一起用華語 我們一起來念 你要使父母關係 使生你的快樂 我而要將你的心歸我 你的眼督也要喜悅我的道路 在孝順這件事情上 其實我覺得 神給我們的教導 跟我們中國人其實很相似 跟我們華人很一樣 我那天才知道原來這個字 這個孝 它有一個很不錯的意思 你看這個孝 它其實是一個老 如果你真的可以把它 它下面其實是一個子 但是其實那個子 也可以寫成一個老年人的老 那下面一個子 那所以一個孩子 背著一個他的長輩 所以我一直覺得 到我在準備這一邊獎章的時候 我才發現 原來這個孝順有一個提醒我們 真的是要孝敬我們長輩 曾子他曾經說什麼 這是我們剛剛念的經文 他說 當你呢 要載一隻牛呢 去祭拜的時候呢 不如在他胡子的時候 你就可以去買雞啊買豬啊 租給他吃 他還會比較開心 那歐陽修說什麼 當你祭拜的這麼豐富的時候 不如你也是帶他們出去吃一頓 他愛吃的路邊攤 他愛吃的牛肉麵 控肉飯 甚至他如果沒有去大餐廳 你可以帶他去怎麼樣 麥當勞之前有一個廣告 我覺得還不錯 帶他去吃麥當勞 不然他都不知道年輕人在幹嘛 也可以帶他去吃什麼 好膽子啊 就告訴他 阿嬤啊 這就是時代在進步 他就會發現 欸 我這個孩子 他不一樣 他陪伴我 他甚至知道 帶我去玩那個新鮮的 今天在我們的生命裡面 你可以花很多的時間 去陪伴你的親人 這是神給我們的一個教導 十屆裡面的第五屆 我們一起來念 第五屆來 當孝敬父母 使你的人之子 在耶和華 以神所賜的地上 得以長久 當孝敬父母 這是一個 十屆裡面 唯一帶一個應許的其中一屆 當孝敬父母 使你在這個地上 得以長久 盼盼我們在這個禮拜 我們可以更多的 陪伴我們的親人 這一個總統 他是美國的第二任總統 他要去任的時候呢 他想到一件事情 他說 他兩歲就沒有爸爸了 所以他就帶著他的媽媽 一起上去跟大家致敬 給他媽媽 給他媽媽坐在他的位子上 那之後 最後結束的時候呢 他給他媽媽一個很大的擁抱 給他媽媽一個很大的擁抱 所以所有的人就都很感動 第二個人 這個是在你美超上面都會看到的 對也是美國的狀態 他其實他小時候 也不是說他小時候 他年輕的時候 他很想要去當開船的 因為他覺得那是他的夢想 可是當他所有的東西都準備好的時候呢 他媽媽跟他說 你要去那麼遠 我很傷心 那你猜他還去嗎 他就沒去 他就回來陪他的媽媽 他的媽媽跟他說 你當孝順你的父母 神會給你應當的應許 所以之後他成為了一個 我相信他很有領導才華 今天我們應該更多的陪伴我們的家人 當他有一天離開的時候 你不會覺得 我那時候怎麼沒有花時間多多的陪他 而且在這裡面 你可以享受不一樣的感覺 不一樣的愛 神給我們的愛有很多種 第一個是朋友的愛 第一個是家人的愛 第二個是夫妻的愛 第三個最後有很多的愛 跟爸爸媽媽的愛 都是我們可以去享受在這裡面 你可以去沉浸在這裡面 享受神給你的恩典 這是我們每一個人都可以得著的 所以當你去做的時候 你可以領受這個祝福 最後我要跟大家分享 去思想去思想永恆的事情 神當永生安置在人的心裡面 今天在你的生命裡面 你有沒有盼望 你有沒有知道你的生命是屬於主耶穌的 所以你跟一般的人不一樣 你知道你是有盼望 有一個人呢他去買麵包 那麵包十五塊 他買完之後就沒錢了 就都沒錢了 你猜他在買那個麵包的時候 他的心情怎麼樣 很不好 但是旁邊一個人走進來 一樣要買那個麵包 可是他一樣花十五塊 但是他知道他家裡還有 好多錢可以讓他花 你想這兩個人在買麵包的時候 他們的心態一樣 他們對於他們生命的領受跟感覺一樣 今天神把永生放在我們的心裡面 當我們做每一件事情的時候 我們知道我們不怕那個死亡離到我們 因為我們知道在後面 有更大的盼望在我們的心裡面 所以基督徒你是很有祝福的 你是在這裡面可以領受很多的恩典 不要忘記回到神的愛裡面 一直沉浸在神的愛 這個是一個圖 那其實我要表達的是 我前幾天前幾週啊 因為很想要在家裡種花 我一直覺得那是一個 好像很有氣質的媽媽應該做的 所以呢我就找我的先生跟他說 欸我們去填尾探花 那就去買了 買完之後呢 那一盆花放在家裡面 他就一直好像快死掉了的樣子 那你就是要讓他放在有陽光的地方 今天就算我們覺得他放在家裡面 他可以成長 但是他會越來越凋謝 這個花就是需要陽光 他一定要陽光 在你們的生命裡面 也是一樣 你的生命裡面 一定要有神在你們的心裡面 那你就會知道 不管在任何的情況下 任何的挑戰之下 你都知道 你可以跟別人不一樣 因為你是有胖的 我們來看我們今天的回應師 愛中相遇 你跟神相遇了嗎 在你的生命裡面 你有沒有活出神給你的那個愛 感謝主 有的就感謝主 沒有的我們就更多的 親近神 你受神給我們的這個祝福 與神在愛中相遇 我相信這個禮拜 是一個很特別的日子 是我們思念我們祖先的日子 思念我們親人的日子 你可以帶領你所有的家族 家人 跟神在愛裡面相遇 因為你是一個神的孩子 你可以在這個裡面 做一個可以發光的人 我們一起來唱這首歌 愛中相遇 我們一起起立 愛中相遇 每一天 我與你在愛中相遇 每一天 再一次 再一次 將自己 完全地獻給你 唯有你 是我一起的 和力量 我甘願捨起一切 跟隨你 每一天 每一天 渴望 與你 在愛中 相遇 再一次 再一次 相逐 今天 我們 擁有 你 唯有 你 是我 力量 讓我 奉 我 我 你 神 敬拜 榮耀你 將我 全人 卻笑 當作我 即 一心 皆 一心 淡 淡 是 風 願 你 全 全 在我的 神 命 就是 你的 心 消化我 一生 我很喜歡這首歌 在你的每一天裡面 我們一天裡面會匆忙 滿目 會充滿 辛苦 跟會充滿 很多困擾的事情在你的心裡面 有時候當很重的事情壓在你的心裡面的時候你就會想 我不要去想出耶穌了 因為他對我來說太遙遠了 但是當你越不想的時候神的愛就離開 當你越無助的時候神說你趕快來我的身邊 你是當孩子無助的時候都跑向誰嗎 媽媽 對 所有的孩子無助的時候當然不知道怎麼辦 特別是你看小小孩 只要我的小孩子不知道該怎麼辦的時候 他第一個就是找媽媽 或者是找媽的吧 同樣的在我們的生命裡面 當你越不知到怎麼辦的時候 我知道我們已經長大了 我們很想要靠我們的自己 可是神說 不對 你應該趕快跑跟隨我 回到我的懷抱 讓我發放 好 我們每一天都能在愛說跟誰相遇 我們在一起來唱這首歌 每一天 渴望與你在愛說相遇 每一天 每一天 渴望與你在愛中相遇 渴望與你在愛中相遇 再一次將自己完全底線給你 唯有你 唯有你 是我的喜悲和力量 唯有你 是我的喜悲和力量 我願意 我願意 神經百榮 將我去的天 將我承認 將我承認 獻上那座我寄 你 你請接地心 淡淡是否你 願你指引 神全在我的生命裡 就是你的心 插上那座我寄 將我承認 神全在我的生命裡 就是你的心 將我承認 神全在我的生命裡 我們現在的老婆 現在的天父 我們感謝你 謝謝你 因為我們知道 你在我們的生命中 為了 為我們預備了一個家 讓我們從小受人照顧 讓我們從小受人呵護 但是我們知道 我們的親人 有一天會離開我們 覺得說 在這個季節裡面 我們很多人的心中 可能還有很多的不神 因為他跟我們的相處 還是那麼清晰的 在我們每一個人的心裡面 讓我們知道 更多的不捨 卻要換來更大的幫忙 因為我們知道 祂跟你在那裡的時候 是很何等的快樂 甚至主耶穌 祂賞給我們的 是一個 永生的生命 當你來的時候 我們要跟祢一起 祢 主我們要為了那些 正困在 祭主問題裡面的 弟兄姐妹祷告 求上帝 你給他們自慧 也替他們開路 讓他們遇到困難的時候 讓他們向神祷告的時候 神祢就教導他們 應該如何做 如何行 讓他在那個家族裡面 可以把神的福音 傳扬出去 讓他的家族裡面 可以體會神的愛 是何等的美 神祢 我們謝謝祢 也願我們每一個人 能夠更珍惜 我們跟家人的關係 更珍惜我們跟朋友的關係 你求神的祝福 在我們每一個人的身上 我們將祷告 祝福 神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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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祢